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让电机正转一下 然后再停下来 比如说我让它走一圈停下来 这样可不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应用到上述的知识点了 就是让电机转一圈停下来 或者说转两圈停下来 我们这里有一个脉冲结束标识位 我们做一套标准的程序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一个启动信号 把它的信号保持住 发脉冲 prsy 频率 第0脉冲第一输出点Y0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区别在于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脉冲发完以后 发完以后 那么这个M1的激活条件呢 它应该自动的停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变换一下 变换一下 上来进去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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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对着我的摄像头 现在呢 频率给它为200 脉冲数呢 给它为1000 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以200的速度走1000个脉冲 200的速度走1000个 那么很明显它是5秒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启动 好,停下了 我再试一次启动 启动 看到效果没有 这个呢 是我给它一个信号 让它发固定的脉冲数以后呢 自动停下来 通过这个程序 我们就做一个扩展 我们刚才能够实现的 让步行电机发固定的脉冲数 给一个信号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实现这个内容呢 通过PRC 通过PRC控制步行电机 正反转的动作呢 我们看一下 采用PRC控制步行电机 按一下启动按钮 正转两圈 停一秒 反转两圈 停一秒 然后正转 也就是正转一下 停一下 反转一下 停一下 那么这个动作 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启动 那么这个正转呢 通过我们刚才的程序 我们是可以实现的 在这里呢 正转结束以后呢 要求停一秒 再改变它的方向 再停一秒 再改变它的方向 我们可以这样子 尝试的去看一下 启动 正转 当然这个正转两圈 和 启动器上面设置的细分 有关系 我们先不做讨论 待会儿设置参数的时候 再去实现 但是我们知道 整个程序 最后结束的信号是哪一个 很明显的是 M8029结束以后呢 通过 这个M2 让它的这个起跑停 信号断开 然后呢 M1断开以后呢 M1 让这个Y0 不再发信号 结束信号 用M2 我们让它结束以后呢 停止两秒钟 再做一个起跑停 停止的时间为多久呢 停止一秒钟以后 然后再干什么 同学们 一秒钟以后 它要继续动作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改变 P2的方向 我们采用一条指令 给大家做一个扩展 叫做 ART 指令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当我的前面条件 激活以后 比如说这个 M0 激活以后呢 ALT Y1 是什么意思啊 M0 接通一次呢 第一次的时候 Y1 是ON的 是接通的 再次接通呢 第二次的时候呢 为OFF 断开 第三次接通呢 为ON 第四次为OFF 也就是 交替输出动作 每次接通的时候 和之前的状态 不一样 ON OFF M0 每次接通的时候 它状态不一样 这个指令 在这里 我们来用上一下啊 好 我把这个指令 写出来 我们知道了 每次结束以后 是吧 这个呢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可以改变 P2C的方向 让它正转以后呢 下一次反转 那么我用这个啊 我用这个M3呢 去改变它的方向 我这里方向 我这里方向用的是 万一这个点 我们同时呢 在这个时候呢 改变方向 要干什么呀 我改变方向的目的 是让它能够继续动作 那么我让最后 结束的信号 T0 连接它的头部 T0 让它可以循环动作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下来进去 我们来监控一下程序 看一下效果 频率 给200 慢从数了 改为800 点击启动 看一下机器的运行效果 一圈 两圈啊 同学们 看到没有 正转两圈 停一秒 反转两圈 停一秒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程序 主要看一下 这个方向啊 当然 有同学们 可能 看这个程序了 看不懂 觉得我一下 跳过了两个卡 那么我们把这个程序 再简单一下 我让它转一下 停一下 再转一下 停一下 不改变方向 可不可以了 同学们 比如说我让它转两圈 停一秒 再转两圈 再停一秒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呀 这里有个方向 我把它拿掉 我把它拿掉 好 再变换程序 再下载进去 我们再看一下 启动 收拾一下啊 200 这次呢 把它的脉冲数 改为400 开始启动 图序吗 看到的时候没有 是不是 转一圈 停一秒 转一圈 停一秒 那么我怎么知道 这里是400文一圈呢 前面我给大家讲过 在启动器上面 可以设置它的细分 我们说了 过去角是1.8度 1.8 然后呢 那么我转一圈 360度 需要多少 需要200个脉冲 对不对 现在呢 我把这个细分呢 调节为2 也就是2分之 它转一个脉冲呢 是0.9度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它也就是400个脉冲 为一圈 那么你的步进链机 上面是多少个脉冲 转一圈呢 你去看一下你的细分 调节 这一块呢 我就不给大家讲解了 大家理解一下 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PPT 出现吗 通过我刚才的讲解 让你用PRC控制步进链机 实现自动的正反转 你会不会 这个程序 你会不会编辑的呢 你下去以后 你自己去做一个实验 本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我们PRC 其他的发脉冲 或者说定位指令的介绍 我们下节课再见